我今天的演講 可不是從CHAT GPT來的 明年我保證會 台積電技術論壇新竹登場 總裁魏哲家大談AI趨勢 我們AI跟5G唯一沒有辦法做到的 坦白講 沒有辦法讓政治家更有智慧 魏哲家說過去幾年三大事件 疫情 地院政治緊張 還有無二戰爭 雖然讓半導體的價值廣為人知 但也讓生產成本節節攀升 台積電向客戶喊話 想降低成本就要繼續攜手合作 但競爭對手來勢洶洶 韓國三星海放話要在5年內超車 台積電的競爭優勢在哪裡 他沒有你的生意 他還可以活得很滋潤 台積電不行 台積電沒有自己的產品 台積電靠著你給我們生意 因為我們不跟各位競爭 我們讓各位先成功 但台積電10號公佈的最新營收 雖然4月合併營收月增1.7% 終於停止連兩個月下滑的走勢 不過今年來累積營收年減1.1% 可能終止多年來的成長態勢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也預測 今年台灣半導體產值恐怕會大幅衰退 12.1% 今年2023年市場的情況是比較不好 乌云總會過去的 下半年也好或者明年也好 到時候我相信 原發科技跟台積電的合作一定是更加的密切 半導體業還在寒冬 與此同時該如何應對地緣政治成本高漲 是護國神山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華視新聞黃澳天張榮甫 新竹報導